大家好,我是大炮 俗话说,一日之计在于城 在我的老家每一天的开始 基本上是从一碗扫子面开始 我家乡的扫子面和其他地方的扫子面有所不同 今天我们就来制作一道具有我家乡特色的扫子面 首先我们准备一块老豆腐 先切豆腐一切为二 一半用来炸,一半用来蒸 我们先把豆腐先切一下 蒸的这一块就不用切了 先把炸的这一块切一下 把切成片 接下来将煮好的鸡肉撕成丝 锅中加水 先把豆腐先蒸一下 蒸10分钟 锅中倒油 开火 油热后放入豆腐 豆腐可以了,把它捞水 把炸好的豆腐切成丁 蒸好的豆腐切成片 调汤用 接下来我们开始调一个汤 倒入我们提前熬好的鸡汤 来点酱油 放入切好的豆腐 放入切好的豆腐 加点胡椒粉 盐 加点水淀粉 好,可以了 水开后下点面条 酱油 酱油面已经做好了 接下来我们放点酱油 酱油就是鸡肉和炸好的豆腐 放进去 然后再放点香菜 酱油面做好了 我们先尝一下 第一口粉丝先吃 粉丝先吃 还是那个味道 香 这个扫子面 我是用鸡汤去做的 其实在我们老家呢 他有用猪汤做的 也有用牛肉汤做的 但是我始终觉得用鸡肉做出来的 最适合我的胃口 其实在我们老家呢 这个呢 他当早餐吃的话 他叫扫面 为什么叫扫面呢 就是因为有豆腐块 和各种肉组成的 所以把这个统设为扫子 扫子加面 就叫扫面 就叫扫面 但是原来 从来都吃起来 就像一部 不不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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不用 这是最大的 阿谭又吃他们 这一碗掃子面吃的太爽了 好我们今天视频到这里了 喜欢大爆的可以大爆点点关注 我们下次再见 拜拜